有腰痛的朋友多吃这两种菜 腰椎会越挨越好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有两样家常菜 腰椎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吃 一天一种 天天不重样 身为一名中医 我遇到过很多人得了腰椎烟盘突出 出现腰疼 肢体麻木的痛苦 我想告诉大家 即便只有一个人来支持我 我都认为我的科普的视频它是有用的 建议您点一下右边的家号 没事的时候呢 可以多看一看 同时分享给有腰突的朋友 首先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西红柿 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它可以增加腰椎间盘纤维缓的强度 能够有效减轻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不适 第二种就是菠菜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有利于炎症的消退和腰椎间盘水肿的消除 对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部疼痛以及疼部 腿部放射性疼痛的环节油很好的促进作用 最后我想提醒您 每个人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 所以在治疗方面也是不同的 我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助到我们腰椎间盘突出 腰椎管狭窄 颈椎病 膝盖疼以及肢体麻木等 一系列补科疾病的朋友 在治疗中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严重 在治疗中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严重